好 那你要開始錄影之前 除了了解剛剛尺寸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筆重不重要 那支筆很重要呢 雖然這一支也很重要對不對 也是可以拿來用 因為你需要讓人家比較清楚 你的游標在哪裡 一般我們游標就稍微比較小一點 Windows內建其實還有一個把游標變大的 有一個超大游標 可以再去設定 可是那個再大還是不夠大 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類似這樣的工具 那首先第一個 我跟各位介紹的是這個 IPVO 那這家公司它原本是做這個 我今天有帶來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就有實務投影機了 有沒有 跟那個概念是一樣 因為像這種 如果你要在一般教室 實務投影機要在一般教室用 是比較麻煩 他要去借啊 那現在是有一種就是比較屬於攜帶型的 雖然它的 當然解析度是沒有那麼好 功能沒那麼多 可是就像這樣是比較方便 這是他們家最早出的 最早出的這種設備 但是呢 它後來出了 為了配合這個工具 因為這個也是實務投影機 就比較方便就是帶著走 帶著走 等於說有些東西 如果你是立體的 或是你沒有就是經過拍照的過程 那我就利用這個方式上課去做講解 操作 比如說一些實作課程啊 對不對 實作課程 那沒辦法就是讓各位 等於說用照片代替的 要現場做給你看的 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像我前兩天上課鬆餅就考很多 現在上課老師很辛苦了 一邊上課還要兼顧一下 那個好了沒有 考好了沒有 反正很好玩啦 上課有很多方法可以用啦 那這個軟體呢 你可以從我們右手邊這裡 我們這邊下載 這裡 有沒有看到 但是呢 我怕像剛剛的那種情形 就是大家網路會塞車 所以我在我們這邊有準備 你看這邊 這位同學 我看到了 來 想要老師教我們人物去背 還是有點不懂 錢花下去就懂 開玩笑啦 因為那個這個 如果是 你要自動去背的 這個是要花錢 因為有一個硬體 有一個硬體 那如果你是要用軟體去背的 倒是有很多選擇 等一下我再講一下 有一個威力導引免背板 它本身就有這個藍綠目去背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喔 好 那各位你看一下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網址 這個 有看到了嗎 我先把畫面還給你 你可以到這個網址裡面 我已經有把這個軟體放在這邊 所以你從我老師這一台先下載 回去的話當然你就從我的雲端硬碟上去下載就好了 10.2.12.181 所以你在你的瀏覽器上面打一下 10.2.12.181 10.12.181 有位匿名恐龍把它複製起來 偷懶的喔 直接把它複製的也可以啦 連匿名圓榮都出來了 2 4 6 7 有7位同學在上面 在上面看喔 來 這邊 那個網址在這裡 192 10.2.12.181 有沒有進來了 我們剛剛的那個上課錄影片我也放在這裡喔 如果你一定要即時下載下去看的話也可以 有沒有一個免費軟體 打開 找到這裡 IP EVO Annotator Annotator 10.51Mbps而已 這個沒有跟它硬體結合 所以你沒有買這個硬體也可以用 而且有Mac的版本 所以你Mac上也可以用 因為大部分其實用Mac的有時候比較麻煩就是 大多數Mac上其實是有好軟體 但是大部分都要錢 免費的比較少 Mac上免費的相對比較少一點 這樣有沒有都找到了 好 你點下去你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安裝我就不用交了 因為你們都很會裝 好不好 你就反正下一步下一步 Yes yes OK我同意 你一定會成功 如果各位安裝完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在這裡 在這邊 那第一個動作 它其實有中文版 只是預設安裝起來是英文版 所以麻煩你找到你的工具列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它的圖 這裡你按一下右鍵 滑鼠的右鍵 有一個setting 有一個叫setting 你就來這邊選擇你是繁體中文 這樣就好了 這樣你就會看到中文版 就看到中文版 就跟我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執行了之後 我先問一下 請問有同學 你是用雙螢幕的嗎 或老師您是用雙螢幕的嗎 沒有 單一個螢幕就很好生活 雙螢幕有雙螢幕的好處啊 我是用雙螢幕啊 哈哈哈哈 因為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因為這個軟體 如果你是雙螢幕的時候 它會跳一個視窗 問你我的筆 要出現在第一個螢幕 還第二個螢幕 那如果你沒有 你只有一個 那就懶得問你 反正就用吧 好OK 那這個軟體有個好處 你可以左右逢遠 你看 左邊有 有沒有 右邊也有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 可能 要畫的東西 是比較偏右邊 或比較偏左邊嘛 所以你可以自己挑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 比如說 我們就進到這裡來啦 來 介紹一下這個東西吧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是我們這裡的石心 石木地板 這裡 我把這個打開好了 我再開一個 我開 好 這個可以 又看到我的齁 來 看一下 哇 好吧 我盡量讓它下來一點 在這邊 這樣有看到嗎 這是什麼 顯微鏡 現在顯微鏡很方便 我部落格上有介紹 因為 顯微鏡也可以做動畫 你們有看過顯微鏡做的動畫嗎 欸 我們有那個 你們不是有那個 動畫相關科系的嗎 對啊 也有人做動畫 是做這個啊 你看我們這個是有一個主機板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講解 你看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那這個時候 筆就可以出發了 你來看 有沒有在這裡 對不對 那 老師平常 如果你們 平常看老師上課 老師喜不喜歡寫版書 蛤 你們 的老師喜不喜歡寫版書 現在大部分都看簡報對不對 所以 如果老師有寫版書習慣的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筆 畫完會自動消失 所以老師不用擦白板 因為這裡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 偶爾還蠻實用的 這個叫做什麼 在這裡 暫顯墨水 有沒有 寫完幾秒鐘 就自動消失 其實這 別的軟體沒看到 當然你要換顏色 那沒有問題 出戲都可以 好 那這是進入所謂的 繪圖模式 有沒有 你就可以在這邊 那它還有一個很好玩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用的 可是我要繼續操作 我先把 暫顯墨水 我先把它關掉 比如說 老師有用了之後 那你可能會需要 我這個筆跡 我先留在上面 可是我要繼續操作軟體 你就可以按一下這個滑鼠 因為 我們的 有沒有發現 我筆跡有留在上面 所以即使你切到別的地方 是不是都還在 唉 這樣就不用擦掉了 不然老師 給你看過之後 還要再重寫一次 很麻煩耶 我們的POWER 不是也可以留筆跡嗎 對不對 也是類似概念 可是它不能像這樣留 有 那 螢光筆 這些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是 比較特殊的 它可以像這樣去玩 可以像這樣去玩 那它也有白板跟黑板 這個是它比好用的地方 那當然 如果您有需要一起講解 比如說什麼叫一起講解 我先把這個 筆跡我先留著 那我把這個地方把它拍照起來 好 我想要跟你講解一下 這個是使用前的 你看 你可以複製或把它複製到白板 我把它複製到白板 好 有沒有 我的筆跡就複製過來了 對不對 好 就複製過來了 那如果說你要抓螢幕上的畫面 也可以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把這個白板先關掉一下 確定 好 我先回到我們標準的 這裡 我把這個筆跡刪掉 如果我想要這個畫面 你也可以用拍照的 有沒有 擷取我要的範圍 好的 確定一下 拍好的 在這邊 我可以把它放到 剛剛的那個白板裡面去 白板1 好 揮入 有沒有進來這裡了 你就可以繼續在這邊做講解也可以啊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要比較一下 使用前使用後 那 那 平常 老師的白板你覺得要幾個比較夠 有些老師比較認真喔 白板會寫很多格 很多字喔 但是寫不夠他就只好把前面擦掉對不對 我們這個軟體有個好處 來這裡我先把它解除一下 你看一下 我把這個工作列 有沒有看到這裡我現在有兩個白板 剛剛那個白板在這裡啊 第二個白板是不是在這裡 你如果真的不夠你可以繼續增加 如果老師很會寫的話 哈哈 你就可以有很多白板 當然 有白板 如果萬一老師已經講解完了 請問該怎麼辦 可不可以把它存起來 可以啊 下次就不用再講一次再寫一次 我就可以把這個畫面把它抓下來 好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所以 再給同學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紀錄也好 就相對比較方便 相對是比較方便喔 這是 比較特殊一點的地方給 大家稍微看一下 基本的工具都有了 那 最好玩的是這個 這樣有沒有比較聚焦在某一個位置 因為有些時候我不希望你看太多啊 我希望你看到這裡就好啦 雖然我用畫的也是一種方法 可是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啊 對不對 對或者如果老師你比較狠一點 不是 就是 就把 該遮的先遮起來 同學 先不要偷看喔 有沒有 這樣了解吧 其實它的工具很多 那 這個也是很 跟一般我們 比較常見這些 所謂的畫筆 比較沒有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其實 它也蠻輕巧的 使用上也蠻方便的 甚至你有需要把 鍵盤上的 這個 虛擬鍵盤把它叫出來 它也有 它也有 甚至怎麼樣 今天就不用再學其他錄影了 因為這裡 就有錄影的功能 拍照跟錄影 有看到嗎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 只是螢幕上的畫面 事實上這個軟體 大致上就滿足你的需求了 那應該就可以 我就可以回家了 事實上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 假設啦 假設就是說 你把我們的 這個工具好了 比如說我把這個畫面 或者我的畫面 我把它抓出來 這樣我不是就錄在裡面了嗎 對不對 螢幕上的都算嗎 我真的錄一下好不好 讓各位看一下 這裡 你就按下去 這樣就開始錄製了 這裡就開始錄製了 所以如果說 您需要做講解 我就可以像這樣 那它錄好之後 是MP4 MP4 重點是檔案一樣很小 檔案一樣滿小的 有沒有發現 好像 現在上課工具很多 還是你比較喜歡 一字白板 然後就在上面講 其實因為現在大家都 都不習慣看書 所以如果 我只能在上面用講的 很難吸引各位的注意 所以為什麼 我會去找這麼多東西來 因為 偶爾變換一下 換個口味 同學就會 有點 新鮮感 刺激一下 不然 有時候會不怎麼OK 來 我把它先停止 有沒有錄好了 你看 剛剛這一段 1.79 我把它播放一下 用這個播一下 它是 抱歉喔 更正一下 錄起來是WMV 這樣有沒有錄下來 現在聲音 沒有錄到聲音 這樣OK嗎 本來應該是有聲音的 這樣沒問題 所以這個小工具 給你玩玩看看好不好 當然 我們這麼大的 應該比較少 用到齒規 跟兩角器的需求吧 各位有這種需求嗎 應該比較少 來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 這個軟體 你剛剛裝完了 左右兩邊都有 左右兩邊都有 那你有需要用到它 之後你就看 按左邊的箭頭 還是你要按右邊的箭頭 都可以 如果你是在畫圖的模式之下 想要暫時使用什麼 暫時去使用一下你的電腦操作的部分 等於說它在進入繪圖的時候 你是不能操作電腦上的軟體 那你可以按一下右手邊那個滑鼠 右手邊那個滑鼠 按一下它就可以繼續操作 這裡